Hello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文静 大家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 有太多的新车亮相 实在令在场的观众目不暇接 在这其中啊 自然有几款值得购车者关注的车型 那么这次啊 我们就来好好的盘点一下 长安欧尚Z6IDD 厂商指导价15.58到17.58万 产品亮点有颜值有内涵 车外语音控制 长安欧尚Z6IDD是一款 有颜值有内涵的15万级 混动车型 先说颜值啊 新车前脸的无边界风格 隔山非常亮灵 车尾的漏空大武力 和双边四出排系统 很具有运动风格 车类方面啊 这款车不但能支持六平年动 Understyle 5.0 智慧快乐坐舱 还可支持车外语音 人脸识别 温暖相伴 YYDS 数字软身形象 全语音阳代客国车系统 很智能功能 动力方面 这款车搭载了 蓝金NE1.5T发动机 加蓝金IDT 混动系统 发动机最大功力122千瓦 综合续航1200公里 实用性强 适合家庭用户选择 坦克300混动版 厂商指导价 范位公布 产品亮点 越野配置硬核 能耗表现出色 坦克300可以说是 当机越野中 最炙手可热的车型之一了 外观硬朗 越野配置硬核 关键价格还很清明 不过虽然坦克300的价格给力 但油耗却偏高 不过坦克300混动版的出现 直接改变了 燃油版的油老鼠的缺点 虽然这款新车外观 类似 都没啥升级 不过其搭载了2.0T混动系统 虽然综合油耗参数还没有公布 但肯定要比燃油版 是牛不少 长安瑞城PLUS 厂商指导价 暂未公布 产品亮点 外观更具有新潮感 类似科技感更强 作为长安瑞城CC的升级车型 长安瑞城PLUS 相比现款可以说 变化非常明显 外观方面 新车更具有新潮感 特别是前年换装了长安家族式的 无边界设计 视觉冲击力 直线提升 类似也变得更具有科技感和自感 换装了时新的双粘形 中控形 液晶以表盘尺寸都升级为12.3英寸 还有皮质包裹的 流行式电脂挡杆 物感非常出众 腾式D9 厂商值保价 32.98到45.98万 产品亮点 车身尺寸表现出色 动力驱动系统稳定 购买MPV车型的大部分是家庭用户 购车时对于车型的空间 动力和仰车的成分比较在意 而腾式D9在这三点的表现非常强烈 先说空间方面 腾式D9的长宽高分别达到了 5250 1960 1920毫米 走距为3110毫米 相比别个G28 数据全面占优 动力方面 这款车有着DMI混动版和EV纯电版可选 其中DMI混动版的挥电油耗 最低仅为5.9升 而EV纯电版VLTC纯电续航 比辰最高可达620公里 可以说是城市D9不但 动力有保证 仰车也很轻松 小鹏G9 厂商指导架 三位公布 产品亮点 充电5分钟 续航200公里 NGP智能驾驶系统加持 打算买存电SUV的消费者 一般对于出行的效率非常关心 而小鹏G9在充电方面 表现着有着过人之处 因为这款车搭载了 有行业首个量产的800V超快充平台 费了小鹏超充装 只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多跑200公里 另外这款车的智能化表现也十分强烈 搭载有功能强大的城市 NGP智能驾驶系统 类质智能辅助驾驶芯片的 涮力高达508炮 令出行更安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年成都车展中 最值得购物车者关注的 五款新车了 大家可以根据实际购物车需要看看 哪款更适合选择 那么这期的视频到处为此啦 大家别忘了 请大家关注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